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我要跟大家聊聊一个非常火爆的话题 那就是中国年轻人失业,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你们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吗? 其实这跟中国社会从繁荣走向匮乏有很大关系 在这个视频里,我会给大家分析一下繁荣和匮乏两种模式下 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需求和态度有什么不同 以及知识分子应该怎么选择自己的道路 在繁荣模式下,知识分子是财富创造者 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自由空间 在匮乏模式下,知识分子是特权分论者 只能依靠考编或关系进入体制,享受有限的特权 这是什么样的逻辑? 这是什么样的公平? 这是什么样的社会? 中国社会已经从繁荣转向匮乏 导致财富创造型岗位减少 特权分论型岗位也面临竞争和危机 中国家长们以摆脱底层为心理动因 以特权分论型岗位为就业目标 在改开期间,拼死拼活赚钱供养起来的年轻人 大学生们原本能找到一份属于财富创造型岗位的工作 并过上一份谁准远超父辈的生活 但如今,他们不得不与特权阶层的子女 亲友去抢那些日益稀缺的特权分论型岗位了 这是多么悲哀 这是多么可悲 广大年轻人,大学生们,因为就业难,纷纷加入考编大军 可是,匮乏心态蒙蔽了他们的双眼 考编这条路,实际上是一条断头路 在经济下行时,特权阶层也面临缩编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含照量不足的人就会被看成空占着特权名额 在如今的中国,年轻人真想在职场上找一条出路 不如根据自己的能力和资源,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如果想要走向财富创造型,就应该尽快离开 寻找一个繁荣社会 走出中国,寻找繁荣社会,年轻人的唯一出路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是否应该继续留在一个压抑、萎缩、内卷的社会里呢? 我们是否应该放弃我们曾经拥有或者梦想拥有的自由、创新 进步的价值观呢? 我们是否应该屈服于一个专制、腐败、暴力的政权呢? 我们是否应该为了一点点的特权而出卖我们的灵魂和良知呢? 不,我们不应该 我们应该勇敢地追求我们的理想 我们应该坚定地捍卫我们的尊严 我们应该果断地选择我们的未来 我们应该坚定地捍卫我们的灵魂和良知